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题 我们讲人体了 所以这个是一根 Lengan manusia Human forearm 我们的手臂 Lengan spasang otot K dan L Bersifat antagonistic A pair of antagonistic muscles 一对antar的 antar就是相反的muscle 它讲antagonistic 就是它的运作是相反的 K跟L 你知道哦 所谓的运作相反 记得吗 就是一个收缩 另外一个就会放松 另外一个收缩的时候 这一个就会放松 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们是相反的运作的 OK 所以它叫我们label 所以你看啊 为什么之前那个骨头的歌 我要开给你看 你可以去用那个歌 来记一下YouTube的找回去 OK 因为真的是有出的 知道吗 它说好 圈圈题 你就不用 你就肯定了的咯 对不对 如果要出 你从老师的角度去考 去想的话 如果出 嗯圈圈题我一定出 因为很容易啊 对不对 很容易改 很容易给题目啊 label也会来 你看它叫我们label p跟q是什么来的 so这个其实p跟q是软骨组织类的 对吗 p是什么啊 p是tendent 记得tendent是做什么的吗 tendent是连着肌肉和骨头的 啊 那个是tendent OK 特征 让它可以进行这一个运作啊 这个q的特征哦 其实之前我们没有什么看到 对吗 所以这个你看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题目就是这样咯 里哥们是怎样呢 当然它一定会有伸缩性 要不然有时拉到 如果没有伸缩性 你就不会不能够伸展你的 你的你的骨头了啊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要有伸缩性 然后当然 它是 我的怀有点 那个 我的舌头要打脚 然后 当然 它是 它是很强壮的 它不容易断 如果它不强壮的话 它就会很容易断掉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呢 他们会 运动太 over了啊 还是他 做到一些 动作啊 是太激烈了的 他会听到 大一声 真的是断掉 所以里哥们断掉 会有的 然后嘛 那个是因为太激烈了 那些 那些举动 所以其实你可以写什么呢 里哥们 最主要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 这三个 对 有三个东西啊 Flexible就是呢 它能够 就是很能够伸展的 Flexible OK Quad 很强壮了 Strong 还有Elastic Elastic就是能够 好像有弹性的 那个叫Elastic 知道吗 有弹性的 Connective Tissue 连接性的细胞来的 它是 Tissue 本乎本 它就是负责连接的细胞组织 OK 还有什么 什么 你看啊 这个是它的特征啊 OK 这个特征让它可以做什么呢 让它可以 Mumbna kan Begra kan Yang The heart 它可以允许我们 做一些有限的举动 有限啊 不是没有限 没有限的话 就是你可以乱乱熬 对不对 有限的举动 以便你的骨头 Dida muda tergelet 你的骨头不容易 脱臼 Tergelet 叫脱臼 英文 Permit 就是允许 Limited movement so that bones are not dislocated 以便你的骨头 不容易脱臼 如果没有它的话 你的骨头 借骨头 很容易脱臼 你知道吗 然后它就连着你的骨头 所以不容易脱臼 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写一写 这两个point记起来 如果考试出到的话 你要会写 你记重点 一些重点字 你不懂的字 然后考试的时候 你自己用你的句子 写出来 知道吗 OK B那一边 Niata kan Gesan OK 有什么effect When tissue P is torn P tergelet So P 撕裂的话 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问题 不是痛啊 对吗 Oto tidak lagi bersambung dengan tulang Muscle is not connected to bone 这样你的肌肉 就没有连接骨头了 这样你会痛 对不对 Tiada bergerakano 或者是 要痛的话 很痛 因为撕裂 不一定是整个短掉 可能它只是 它是细胞组织 对不对 它撕裂一部分 罢了吗 还有一点黏着 这样当然痛啊 痛死了 是不是 Sakit upperbilla bergerakano Pain when moving 所以有一些 就算你真的 没有读过 它很逻辑啊 对不对 你try写咯 然后一分罢了 OK 接着啊 C啊 K还有L 是Bassangan Autot 它是一对 Work in past 它是一对 一起工作 来让我们可以动的 So K跟L 是什么啊 你要label K是二头肌 L是三头肌 如果你懂华语的话 不懂的话 现在记它的英文 是三头肌 Bicep Triceps OK Bicep Triceps 记起来啊 讲spelling也是啊 马来文跟英文的spelling啊 后面这个写写是英文 OK 要抄的话 你可以pause一下 OK 东西 这个是哪里啊 你看到这一个整个 这个是一个 Sendie 一个joint 所以这个可以是哪里呢 这个可以 Batella 这个不是可以 这个简直就是 它有Batella Batella 它从旁边看啊 Batella就是 你膝盖的那一个盖 所以这个是从旁边看 不是从前面看啊 所以它指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说R 还有它的功能 说R是什么 它是Tulangrawan Cartilage 软骨 功能是什么呢 软骨就是它吸收 你的身体所产生的 对那个骨头所产生的压力 啊 本风系很多 吸收压力叫Manyardup 很大感 shock absorber 它是负责吸收 你给的那个 突然的压力的 那个叫shock 那叫很大感 知道吗 好像你一定要跳 啊 你要跳的时候啊 OK 就是讲 还是你下楼梯 OK 所以它是一个shock absorber 它是Manyardup 很大感的啊 可以吗 OK 第四题好了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human growth curve 人工 人类的成长的那一个表格 那个线啊 所以我们人类成长 我们是分五个阶段 对吗 婴儿时期 是不是 然后 孩童时期 发育时期 就是青少年了啦 成年 还有老年 给老年没有 没有下来这样多啦 下来这样多太夸张了 没有下来这样多 它会述水一点嘛 对一点而已 没有这样多 这个表太夸张了 OK 现在这样我们 这个题目很喜欢出的 其实 对你来说也是不难记 OK Fasa Dua Face 2 它叫你那么干 Name the face Fasa Kanakana OK Chowhood Face 所以说五个你记起来就可以了 OK 接着 B B Fasa Kan Raja Di Atas 它讲 Nate Kan Persama 有什么共同点啊 Similarity 第一和第三个阶段 共同点是什么 超快 OK Kedua Dua Fasa 它会经历 Kada Pertumbuhan Persat Bose of the faces Undergo 经历 Mengalami Undergo 这种字你也是要会记 不然的话 你要写的时候 你知道它快 写得出来没有 写不出吗 这样就讲 你还没有记够重点字 重点字就是这种连接词 Undergo 我们要经历 Rapid Growth Rate 你只是记Rapid Growth 当然Rapid Rapid是很重要的 你要懂它 你用什么字 很快速的叫Rapid OK Growth Rate 是它的成长率 Kada Pertumbuhan 记得啊 成长率 OK C讲 到了第五个阶段 成长率是Menuorin Decreases的 解释一下 为什么啊 为什么它的成长是负的呢 那么反方向呢 所以我一直讲 哦 它说谁了 对吗 为什么啊 其实我们这个成长率啊 是用高度的啊 记得啊 OK 如果用重量的话 肥瘦肥瘦肥瘦 如果你到成年呢 哇 有时它减肥 有时它增加重量 有时减肥 不是高矮高矮 是不是 所以呢 成长率呢 在人类身上啦 通常是用高度会比较标准 不过重量也可以 记得啊 OK 现在他讲 这么第五个阶段会这样啊 为什么会输水啊 我讲输水 所以你要讲什么 OK 所以这个是 Kadabertumohan Phasa 5 是negative 这一个growth rate 成长率是负 负就讲它往后 往下了啊 OK 为什么呢 因为 它是Bernurunan 风系system badan 它身体的系统呢 也是在下降啦 Sachara Khoseluruhan 整体性的在下降 OK A decline overall in Body system function 身体的系统 因为这里它没有 讲到高度啦 所以它讲整体上 确实 它的系统的功能 都下降了 它功能越来越 退化了 对不对 走路慢慢也 不能够走了啊 等等的咯 是不是 如果它是高度 你可以讲 因为呢 它骨头啊 开始流失 Kalcium了 确实是有的啊 可以的啊 知道吗 如果它是高度 你可以提到那个 OK的 OK 再来多一个 Dongia 这个呢 是Umor 还有Gedian 它们的年龄 还有它们的高度 所以我们看到 Rachel 15岁 165cm Billy Tan 18岁 可是才160cm OK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资料啊 OK 照理来说 你可以看到 Rachel 应该是女神 对吗 Billy Tan 应该是男神 男神 18岁应该要高过女神啊 这么这个Rachel 15岁就高过男神了 为什么 所以它讲的是 这个资料 is contradicting 就是讲有冲突 对于我们所学的 theory 是有冲突的 明明男神应该要高过女神啊 在15岁18岁讲 为什么啊 解释一下 为什么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很逻辑的 对不对 因为有的人 就是比较高 有的人 就是天生 比较矮 对不对 所以 它 我们要讲啊 so ketingyan badan 我们可以提到什么 人的高度呢 di pangaruhi only factor genetic OK 人的高度 是可以被 这个基因影响的 OK di wari si tari padre i bu papa 是遗传的 爸爸妈妈妈遗传 所以英文在这边 i can be influenced by genetic factors inherited 就是遗传from the parents 所以其实高度呢 是两个影响 一个是基因影响 一个是环境影响 所以基因影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 你就可以讲到 Rachel有可能呢 父母都是非常高的 比起Billy的爸爸妈妈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at least你写到这个part 也可以啊 你至少还有一分啊 对不对 OK 你讲他不保重啊 比较高 所以他遗传吗 就是这样 OK啊 所以你可以pause一下 下一个video 我们再继续啊